我以前 你可去过外面的时间哦 快过 果然变多了 自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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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虽然 啦 了 好像 咱很快 大家都忘了 怪眼 偷到了 来 过分 刚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我听说 堪定奉行的人 好像突然不希望中小姐离开了 如果是我 我也会有点犯嘀咕 这么大一帮人来了离岛 谁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呢 喂 你小声一点 被听到怎么办 哦 哦 不好意思 哎 怎么搞成这样嘛 您好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前两天就过来了 想要将钟小姐截去到七城 九条连之大人的命令非常强硬 我们也坚决执行 可每每上门 钟家总是会找新的借口拖延这件事 命令还没达成 我们索性留在离岛 直到钟小姐愿意跟我们走为止 实在抱歉 这也并非我等之愿 我们保证 不会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但也希望钟家的大人们能更配合一些 如果继续僵持下去 我也不知道九条大人会不会有更强硬的命令 老爷他们打算扛到什么时候啊 我也不知道 这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这几天老爷的脾气特别怪 一点小事就会发很大的火 还疑神疑鬼的 我总是被骂 我理解他现在很焦虑 但 他怎么办嘛 我曾近年 千万别和侍奉行大人作对 那个人 是啊 他从来不会做没有准备的事 接下来 要是钟小姐真的被接走 天灵凤行会做什么 射凤行又会做什么 要不然 让老爷去和钟小姐商量一下吧 离岛的各种声音都指向了钟千里 现在看定送行李的人 应该都知道他很重要了 但他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去看看吧 是旅行者 外面发生的事 你们都听说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急别急 我们给你说明 事情是这样 天灵凤行的人来了之后 他们突然变得很害怕 总是在秘密商量什么 又不许我跟天灵凤行中直接接触 没想到是这样 原来都是神里大人的计划 这样就能解释他们的奇怪态度了 很抱歉 我还是没能想通 或许这件事本就没有答案 我要是没有选择权 倒也不会这么困扰了吧 我曾自暴自弃地如此想过 可当我看到毫无预兆的公告 结婚之事已成定局 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安心 反倒是感觉到了 心中的巨大缺憾 就像神里大人所说 前方等待我的 真是所谓的幸福吗 现在我也能简单地接受这个想法 因为有人想利用我的婚姻 所以我必须果断拒绝 可这并不是我要寻找的答案 而且眼下这些事要怎么收场 也是个大问题 啊 钟小姐 您在这里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您不见了 你 你们是 那是跟着射凤刑大人的人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难道 难道你们想带走钟小姐 冷静一点 他们只是我的朋友 来看望我的 朋友 真的 只是朋友 钟小姐 先前我就跟您说过 现阶段情况特殊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要多一分提防 您对我们非常重要 您对整个刊定奉行都非常重要 谁知道他们不是带着其他目的而来呢 你干脆直接说我们是来抢人的吧 不要这么无礼 你最近真的过于紧张 看什么都觉得是危险 我 听我一言吧 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已经知道了 我觉得现在它的到来 可能是你们绝无仅有的机会 离岛的乱象 证明你们没有能力管控局势 再僵持下去 只会徒增损失 这不是命令 你们只需给我一个说法 然后为了这个说法 担负起所有责任 我知道了 钟小姐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很威风啊千里 说得漂亮 其实我特别紧张 只是想到现在形势如此 我不如试一试 结果真的作笑了 我们等等吧 希望他们能有一个 让我们满意的答复 我们郑重商议了一番 也反省了这次的错误 说实话 谁都担不起眼下的责任 人人担惊受怕 再这样下去 大家迟早都会发疯 唉 实在抱歉 我太过激进 又别有所图 为这私心 没能顾全大局 放任事态恶化之子 您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 一个机会呢 看在小姐的份上 也请您给刊定奉行 一个机会 也是 能说动天灵奉行 改变心意的人 也只有摄奉行 神力达人了 我们稍后就动身 前往神力巫夫 表现出最大的诚意 来寻求她的帮助 钟小姐 能请您跟我们 一同走一趟吗 眼下您是最最重要的人 我们也 只能这么办了 对了 您和摄奉行大人 是好友对吧 待会儿 还请务必帮着美颜几句 语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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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凤行大人 相信您已经知道了 眼下离岛全是天岭凤行的人 他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接走钟小姐 之前种种 实在是多有冒犯 虽然这么说无比可笑 但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抱歉松普大人 我公务繁忙稍后另有安排 恐怕没时间陪您寒暄了 有事的话请您直白一点 我知道我们的歉意不值一提 但眼下除了道歉 我们别无大法 实在对不起 凡是堪定凤行的人 从上到下都已明白 事态的严重性 钟小姐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 我们保证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所以 能否请摄凤行大人出面 再和九条大人商议一下呢 您说的可真容易呢 现在撤回告示就是出尔反尔 只会让到期百姓看三凤行的笑话 关于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 扫三凤行的面子 无异于令将军大人蒙羞 雷霆万军的怒意 您和您的同党担得起吗 这个 我们会承担全部责任 发布新的公告 召开说明会 让百姓都知道 这些都是源于一场误会 尽量把影响降到最小 尽量 松普大人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不过确实如您所说 眼下无论我与九条大人的心情如何 三凤行都要以稻妻大局为重 放任事态扩大 离岛的形势或许会变得无法控制 钟小姐和岛上的百姓是无辜的 这件事影响颇大 若不及时遏制 也会引发流言蜚语 继而损害三凤行的声誉 您养之鸟试试便知道了 舌头凌厉的鸟雀 可能婉转提名令人愉快 也可能叽叽喳喳扰人心神 更何况那些舌头过长 连宠物都当不成的东西 捡它们的舌头一瞬间就够了 是 是的 您的来意我都明白 我会找九条大人谈谈 但不能担保他会回心转意 我明白 射凤行大人肯帮忙就行 嗯 那么您也请回吧 堪定凤行手上 一定还有许多烂摊子等着收拾 对吧 好 那我就此告退 再次感谢射凤行大人 对了容小姐 我还有些话想和您说 请接一谱吧 啊 好 好的 刚刚的审理大人却好像变了个人 我都不敢呼吸了 这样嚣张的家臣确实需要一些严厉的训诫 我身为凤行 背负着将军大人的信任 自当如此 但抛弃这层身份 站在我个人的立场 我特别想为您分享一段故事 审理大人请讲 你应该听说过 审理家曾有过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 为弥补审理家很久之前犯下的错误 重振家族名望 我的父亲艰苦工作 过分辛劳以至于遭衰 而深爱父亲的母亲也在不久后离世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射凤行遭到巨大冲击 内部暗流涌动 每个人都觉得审理家失了事 我和我的妹妹 不过都是爱事的累赘 如今听来或许有些荒唐 但这确实是当年射凤行遭遇的真实情况 和现在的堪定凤行有点像呢 历史的我只能接受现状 一边寻找强大的依靠 一边忍受诸多污蔑与盘布 我别无选择 我背负着父母临终的嘱托 还要保护好年幼的妹妹 我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无所谓 但唯有家族 无所珍视的家族 不可遭人践踏 所幸我尽我所能坚持了下来 没让神力家就此没落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的迷茫与彷徨 源于何处 心知诚曾对我说 他比谁都清楚我的闪耀之处 所以才无法容忍我逆来顺手 成为他人的附庸 我内心深处的不安 我原以为是对婚姻的迷茫 实际上 是我还太弱小 担心自己无法掌控现在的局面 九条大人之所以能坦率地面对这场婚姻 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是啊 我现在的处境和那时的他 其实是一样的 他勇敢地朝将军大人举起了武器 而我现在 也应该像那时的他一样 成为完整的自己 如果您真正成长起来 相信您的父亲也会放手 让您决定您自己的人生 说来残酷 但这些都是您追求幸福的前提 我一定要做到 我会以这次的事为契机 接过忠家一直以来的责任 等一切稳定下来 再考虑成婚之事 那样连志承受的压力会更小 我也会拥有保护自己 支撑自己的力量 不必担心我和我的家族 成为任何人的附庸或累赘 我对二位的祝福之情 从来都是发自真心 待到你们成婚那时 我会再一次送上 最真诚的祝辞 感谢沈理大人 没想到您愿意对我说这么多 那我告辞了 接下来 家里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 钟小姐慢走 相信现在的您回到家中 无论说什么 他们都会尊重您的 这点我已经体会到了 再次感谢您 我感觉他也有那种气场 你也很厉害 大家都觉得没办法了 你还能想到这么巧妙的处理方式 棋局之中 反将一手是很常见的破局战术了 这次的对手并不难缠 有想法却没有远见 做事也不够周全 如此结果 正在我意料之中 就算这样 是我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这种办法吧 不过 看到钟千里打算重振钟家 总算有种彻底安心的感觉 是啊 到期稳定对我也是一时 会自己减少麻烦 何乐而不为呢 怎么说我也是射凤行啊 也许对刚刚那位松普大人而言 权力是他必胜追求 但对我来说 到期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到期稳定 射凤行才会稳定 沈丽家或其他处在 射凤行之中的家族 才能拥有相对安稳的生活 但人的欲望无穷无尽 这样的乱世不是第一件 也不会是最后一件 我所做的事 不过是让三方互相制约 稳定 并非只有完全禁止这一种形态 进退不得 亦是稳定 另一个好处是 现在谁都知道 钟小姐的重要地位了 我也算是卖了他一个大人情 跟钟家打交道 当然比结交一个陌生的新家族 方便多了 只是一场婚事 居然考虑了这么多 无畏 该不会你从一开始 就想阻止这场婚事吧 我的判断是不合时宜 但对钟千里说的那些话 绝无半点虚言 有关立场的事 一旦选择了放弃 未来就只能继续妥协 我不想看见他在意识到这种困境之前 就坠入深渊之中 且看他的成长吧 好吧 就只能等等看了 非常感谢二位 再见了 下次等家没空闲 有我做动 邀请你们来做客吧 看来事情是解决了 完美无趣 一切都做得很漂亮 唯一的遗憾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喝了一杯味道奇怪的牛奶 不喜欢吗 我记得你明明很喜欢吃各种口味新奇的东西啊 家主您啊 旅行者也喝了一杯道 他给您的印象 应该还不错吧 这次的事 旅行者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不是他和他身边的那位伙伴随我同行 那两家人一定会对我更加戒备 想轻易接触到事件的核心 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愧是家主大人 一直在谈论别人 却漂亮地处理好了自己的事 也是没办法的事呢 哦对了 正交有空 我们还是把几日前没结束的棋局下完吧 感谢观看